啊 我只有問說 這個跟這個有沒有像啊 你要嗎 說我是哪個買的 穿著黑色帽T的男子進入藥局 想購買兒童口罩 但口罩還沒買到 卻先和藥師起了口罩 我怎麼態度這麼差 你現在賣得很累了 那你假的是啊 我又沒有肯定問到腳吧 你要什麼 奇怪耶 質疑藥師態度差 兩人你一言我一句 下一秒 男子暴怒 哪有這種態度的啦 你今天假的 怎樣 叫警察來啊 一怒之下 男子狠狠 喘了商品架 還大聲喊著要報警處理 藥師受不了業 硬起來回槍 你太過分了吧 你苦咧 沒關係 我們要是不是 應該對你們吧 不是啊 我不是 我只要說這個大小 這個男人不要再講 事發在台中南屯一間藥局 男子在晚上9點多上門買口罩 疑似因為藥局販售的 口罩跟顏色不符合他的意 他就怒揣商品架還大鬧藥局 甚至說自己拿一千塊來買口罩 言下之意是想用錢來砸人 自己在那邊要挑 一開始要挑卡通顏色 要挑紅色要挑什麼顏色 然後在那邊翻翻翻這樣子 要是說假日加班發口罩 已經很無奈遇到這樣的客人 讓他們心很累 大家都很辛苦 然後我們這個也是 無償幫政府服務 遇到這種事情 我們也是很無奈 為什麼要這樣招套人家呢 對嗎 這樣給人家欺負 防疫期間藥局藥事已經夠忙 還得面對有人 為了買口罩大呼小叫 挑顏色 選尺寸 揣商品架等失控行為 低限的人員只能搖頭嘆息 難怪有人說 危機時刻就是 最能見證人品的最佳時機 接著 楊金鑑錦成 台中採訪報導